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美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 是印象文化艺术中心的执行长刘亚南 亚南姐你好 美国国联企业总裁 硅谷佳姐地产经营商佳姐 佳姐你好 在最近有媒体拍到了 秦浩和朋友在餐厅聚餐 当时她和一个美女相聊甚欢 并在餐桌上牵起了女子的手 两人的举止行为是非常的暧昧 这件事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在网友提供的图片上面 我们能看到说在当天 秦浩是和好朋友在包间内吃饭 他当时是穿着黑色的短袖 看起来比较低调 一能静还没有来 他就和旁边的女子聊了起来 这两人的脸上也是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 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女方就先把手放在了桌子上 秦浩便伸出手去握住了这个女子 两人刚开始还有些拘谨 后来他们的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很像热恋当中的情侣 没过多久 一能静也是抵达了现场 秦浩便不再和这个女子暧昧了 一能静便穿着黑色的小洋装 披散着头发 看起来又干练又有气质 秦浩就在一边看着一能静 而且还专心地听一能静讲话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秦浩是很注重 一能静的情绪的 自从一能静到达现场之后 秦浩就不再和其他的女子说话 反而是专心地低头玩手机 用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与秦浩搞暧昧的这个女子就站了起来 他和一能静喝酒碰杯 一旁的秦浩呢 也没有主动说话 他就静静地看着这两个人的举动 饭局结束之后呢 一能静和秦浩两人便离开了 秦浩呢 当时还霸气地将一能静搂在怀里 两人是相互亲密地搂着 就回到了酒店 一能静似乎啊 是不知道秦浩之前的行为 他自己呢 还可能是沉浸在幸福当中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来聊一聊啊 就比如说自己的另一半 在自己的面前 或者是在自己没有出现的时候 跟其他的人搞暧昧 比如说像秦浩的这种行为 一能静要是碰见了 或者知道了 他怎么处理这件事 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那我觉得说 作为平常的人来讲的话 大概是很难接受吧 我想应该暴跳如雷吧 那跟着间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吧 这是我想的 我想一般人会这么看 当然他们如果今天 作为一个明星的身份 或者他们平常的话 跟一般人不一样 关键不知道这个女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是一个 她的朋友小妹妹 或者是制作公司 他们长期在一块合作 关系已经很熟了 本来年龄就比她小 然后说到什么高兴之处握手 这个就有点难判断 有的时候因为新闻当中的话 它没有完全的会暴露出那个场景 我们只是通过一个画片 去看一个东西判断 不知道当时那个场景的背后 他们俩是在谈什么 就可以把手握到一块 我在想秦昊找了 一能静这样的女人的话 又在娱乐界的话 他们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基本规则的话 不会去破这个底线吧 一能静现在在中国 虽然她是以前的一个明星 但是现在的话 她还是蛮有一些关注力的 我前两天呢 看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 他就说 有的时候呢 你在无意中 知道了一些事情 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人 原来意识到就是说 所有人都知道这回事 只有你不知道 所以套用在 一能静和秦昊 最近发生的这个八卦新闻 那我想一能静 现在一定是知道这回事了 因为似乎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是在想 对 我是在想 那有多少次 如果说你的配偶 他跟别人 不管是眼神暧昧 还是肢体语言暧昧 也可能你作为当事人 就是不知道 或者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那因为就是一能静和秦昊 是公众人物 当时八卦新闻呢 曝光出来 那一能静也会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 嘉姐 不管是你啊 我伟然 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说 你今天约了朋友 到餐馆见面 那你因为你有事 所以晚到了 之前那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说跟一个异性好友 在那边聊得兴起的时候 两人有一些肢体的暧昧语言 也可能这件事 你一辈子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就是那一能静知道了 又面临的是不是我的配偶 跟人家玩暧昧这么简单 就是说你在众人面前让我颜面尽失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两个概念哈 一般人在生活里面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他今天不管是跟别人偷情 外遇 出轨 或者是玩暧昧 那如果是你不知道 那你永远不知道 可能当时那只是你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浪花 或者如果你知道了 那你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 不管是家庭责任的孩子还是共同的利益呀 那有可能你认为这个小暧昧不是回事就过去了 但是今天呢 是在众人面前 给了你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你就要面临到你的面子该怎么办 接下来你们怎么收场 你怎么下台 这是第一点哈 另外一点呢 我有时候想听听这个伟人 你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讲 今天我们谈的都是说 女人在面临他的另外一半 也就是说他的先生 他的男朋友出轨 或者跟别人暧昧 那这个女人该怎么样应对 那如果要是说 今天你是秦浩的话 你今天进到一个这个餐馆 然后看到你的太太 正在和你的一个兄弟 然后两个人含情默默 手里面手拉着手 然后这个含情默默的注视对方 你会怎么样处理这个事 我觉得就是说 男人和女人在面对这些 面对这个狗血情节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样的反应 还是说你会当这个事 根本就没有发生 对你来说无所谓 我有时候觉得哈 大家都不是留下会 你很难做到坐怀不乱 每个人都面临到异性的诱惑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现在是不是说 如果你有家庭的责任 你有另外一半 就尽可能不要把自己 放在这个位置 是有可能让自己的人性 来接受这个挑战 因为不管是男人女人 我们很难说 当诱惑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无动于衷 这个确实比较难做到 所以这个伟然想听听你 从男人的角度来讲 如果今天是你的太太 你的女朋友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在你没有到场的时候 和一个异性朋友 这种暧昧的表现 你会怎么处理 先听一听他怎么解释 可能会是他的直径清楚 听完解释之后 才能做下一步的判断 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 就跟现在的社会 跟以前它的开放度 除了知道这个原因之后 我觉得人可能 都有一时兴起 尤其像搞文艺的人 他们是比较跟 平常人不一样的 我理解就像他们演戏一样 他可以入到戏里去 他是比较感性的 感性属于人里面感性的吧 人有的人分理性感性 他有四个 像可以画成一个 就像一个十字一样 都不太相同 我看过一个性格的解密 那如果他是比较感性的 就说得很高兴的时候 大概我在想说 硅谷的这种做科技的人 就很难突然间跟人说着 就能上手去抓住 另外一个人的手 可是我觉得我也有那种 就是演艺界的朋友 他们并不是说那么 真就是故意搞暧昧呀 男女怎么样 平常演戏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桥段了 然后的话呢 他只是谈得挺高兴的 突然间很感性的人 就会有肢体动作 把自己表达出来 也有这样的 我就觉得 婚姻实际上是一种 彼此对生活的一种承诺 这样的行为我觉得 不会干涉到婚姻 就是说你以后减点一点 然后给我一点面子吧 让我走进门的话 如果我是一能进 我就会说 怎么走进门就撞到你这么兴奋 到底两个人在谈什么 知道 但我觉得不会牵扯到两个人的婚姻 因为婚姻是每一天 相守做的那个责任 很多内容在里面 可能不会因为一次 跟别人拉一个小手 或者有一些不太减点的话 影响到自己整个的婚姻的生活 当时一能进是没有发现这件事的 新闻都爆出来之后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一能进可能是比较后制到这件事的 他可能会回想起来说 当天吃完饭 大家都是相谈甚欢 甚至曾经拉过自己老公手的女生 还在饭桌上敬着自己的酒 回来之后看见新闻说 秦昊居然和一个女的 手是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那他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比较好呢 我突然间想到陈龙 那个亚南你还记得 陈龙也有发生过 和吴启利的那样的事情 当时我觉得 他的太太处理的就非常好 大批媒体拥上去 问他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去问陈龙自己呢 这个不干我的事情 你们去问你们报出来的 新闻报出来这些东西 你去问陈龙自己就好了吗 像伊能静如果说我不知道的话 马上就在讲 这是有关于镜头里面的 应该是哪个人 如果你们这么感兴趣 那就去问他本人就好了吗 而且这样对媒体讲话的话 就是你这么感兴趣 你自己去问也不会伤到秦浩的好与患 表达出他自己 把他自己又放到一个不堪的这么一个境遇底下 哦 好像我的魅力不够不够足 我老公会拉一个 即便魅力四射林青霞他老公不是也会找年轻的出轨 这是人性吗 现在这社会给人在性的这方面太多的自由 我不知道伊能静他本人会怎么处理 但是呢 但是本身我觉得秦浩他作为伊能静的先生 把伊能静放到这样一个位置 他要面临公众的审判 面临媒体的不怀好意的挑战 本身就是我认为会比较残酷的一件事 但是反过来比较客观的来看这件事 媒体拍了几张照片 有可能也是断将取义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在伊能静来之前 秦浩和那位女友人 他们的谈话内容 或者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也可能他们就是一个大家非常近的关系 那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那个女友人就说 最近我家人去世了 最近我这个生意赔了多少多少钱 我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 这时候呢 你谈话对象 出于关心 出于这时候同情 然后给了你一个肢体语言的一个支持 如果你只是凭这个来断章取义 拍张照片 就说秦浩今天他背着伊能静做什么了 似乎好像也有点武断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上下文 因为有的时候媒体嘛 就是制造八卦嘛 他就是为了制造话题嘛 所以他可能拍一张两张照片 用这一两张照片来说事 但是伟然刚刚讲的就是说 要是你 你会先问另外一半发生了什么 那是这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要先给对方有解释的机会 但是伟然 同时呢 我们也不要太天真 有多少情况下 你觉得对方会跟你讲 对 我当时就是在跟他搞暧昧 我就是喜欢他 我就要跟他怎么样 你觉得对方会吗 对方 他不会给你这种回答 他一定会说 哦 当时是媒体断章取义 当时或者是对方主动 或者就是说 哦 因为对方遇到了什么事 他一定会找借口 就像我们以前 这个开玩笑说的嘛 你的对方 你的另外一半 即便他出轨了 他如果今天还骗你 就代表他不想跟你挑明这些事情嘛 就代表就是说 他还想跟你继续嘛 我想在一个正常的关系里面 对方不管做什么 没做什么 不管他当时的想法有多龌龊 那他如果不想跟你分开的话 他一定也会给你一个 你想听到的答案 所以问这个话 你等于没有问一样 你听到的一定是 你想听到的 而不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问的可能是白问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事情也等于给对方 敲了一个警钟 那也就是说 你下次在预定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要怎么处理 没有错 所以有的人就说 说现在这个有一个名词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 有没有听到过 叫顿感力 迟顿的顿 然后顿感力 就是说你在两个关系里面 不要太敏感 你要稍微迟顿一点 你不要因为什么事 都会被触碰到 你那个敏感的神经 你也不要用放大镜 去来随时随刻的审视 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也不要放大任何一件 你所看到或所听到的事情 就是你对于两个人的感情关系里面 你迟顿一点 就是这个顿感力呢 可能会增加你自己的幸福感 可能会增加你们之间的关系的 所谓的幸福指数 实际他在保护婚姻 因为每个人 如果是两个都是在职场上 或者各种各样不同的位置 然后的话呢 他多了一层 包容和保护 就是不要一点点事情 因为人在很长期的 一种婚姻生活当中 为一点点事情的话 马上都要去做解释 这让人也实际很不舒服 就是某一个场景 可能做了一个事情 是那个场景底下需要他做的 或者场景又冲 就像我觉得秦浩 这个说回到秦浩 是不是就刚才雅兰说 他在讲什么内容 说他最近生意不好 或者怎么样 哎呀他过去了 他不知道他们两个的谈话内容什么 可是现在的这些媒体的东西 他只要抓住那个镜头 有肢体接触的 那立刻想到就是搞外暧昧 我真的不这么觉得 我跟你讲 早期我有一次经历 就是在洛杉矶我开车 我从第一道线 因为车速太快了 当时开车的话就不是 技术不是特别好 就一下换到了六道线 换到最里面 后来那个车就 警察就看着我那个车 开得非常奇怪 最后给我护驾 然后的话就把我从那个 从那个第六道 然后护驾让我换 我真的都不会换线换出来 要说也蛮危险的 那然后的话 我整个的话就从第六道又换出来 然后护送我就是从出口下去 下去之后 等我从车里出来的时候 他先检查了我的这个驾照 让我坐车里别动 驾照全部检查完 我从车里出来 我那个情绪就紧张得不得了 就跟死了一回一样 这个时候从车里出来了之后 我就记得我当时 我就一下就 就进到警察的怀抱里了 我就 我看到他又高又大 然后站到我面前的那种真诚 然后说着安慰我的话 说下次你开车开得不好 你不能开到最里面去 那我当时出来了之后 我就想给他抱抱 那我觉得那警察挺人性的 我们俩就抱在一起 那你说这个镜头要被我老公看见了 或者当时的在任男朋友看见 如果为了这个镜头的话 说幸好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这个镜头也不可能被拍到 那还抱在一起哭 这个脚本的话就更升级了 那你说在为这一场的话 为了这一场又要闹出一场离婚 那也太可惜了 就是路上的这么一个 所以我说现在的有些媒体的事情吧 就是说去看 去看之后 就是说顿感力 包括对媒体这些东西 他说的不用每一句话都去相信 场景不同 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 可能跟嘉杰有一点不同 第一呢 我不觉得林凤娇是一个做太太的楷模 因为我觉得这个如人云水冷暖自知 但是从站在一个女人角度来讲 我不会让自己在一个婚姻里面 活成像林凤娇那个样子 我也不允许我的先生能像成龙那样 就是说在外面的这个绯闻就不断 这是我觉得我做不到像林凤娇那样子 第二呢 我觉得如果我不知道 伊能净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要是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做 我也不觉得我需要有任何回复 我也不觉得今天我需要有这件事情 来替秦浩做任何解释 我更不需要 我更不觉得因为这件事 我要对媒体有一个交代 有一个表态 我觉得不需要 我觉得如果我是伊能净的话 这件事什么都不会做 但是呢 我觉得我如果在伊能净这个位置 首先这件事出来我会非常的不舒服 至于就是说 这件事你有多在意 在你们的关系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 那因为你的两个人的关系里面 是有很多每天的细节和点滴组成的 但是这件事 因为你媒体曝光出来 因为大众都会议论这件事情 因为你把我放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 所以我一定是不舒服的 那这个不舒服的秦浩怎么样去弥补 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但是同时呢 我一直在觉得两人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比较强调和重视的一件事是信任 就是你今天如果因为这件事 会不会让我以后想 在任何我们和朋友约会的场景 你在我不在场的时候 你都可能会跟其他的异性 有暧昧的肢体语言 暧昧的眼神 那暧昧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就是你会让我有这个芥蒂了 以前如果我从来不会想 今天我的先生他跟张三李四在一起会怎么样 但是这件事以后 我可能会想了 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要面临的一个功课吧 那我们就静观看看一能静的话 最后怎么去面对这个 有时候夫妻关系之间也是一场博弈 像我们以前看这个综艺节目 徐帆在金星秀里面就说的 金星不就说 那冯小刚他每天做导演 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往下宣上铺 徐帆当时脱口而出 就是反正我们家是男的 我们又不吃亏 当时徐帆在这个年代 都是这个年代了徐帆有这样一番言论 确实让人家瞠目结舌 你又不是他妈 你今天是他老婆 你好像在评论这件事 像评论自己的儿子一样 实在让人有点不可思议 而且还牵扯到一个 现在你们家男人怎么就吃亏占便宜 这件事实在是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大婆心态 我觉得现在就是 一个灵魂独立的女性 经济独立的女性 对待这个问题 就是要遵从你自己的内心 有的人可以接受 认为在这件事 在两个关系里面 不伤大雅 有的人就觉得 这是我两个人的关系里的死血 你不伤自己的发生了 我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遵从自己的内心 在两个关系里面 不要让自己的心总受委屈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也是一种无奈 他没有办法改变 然后他又不想放弃 对没有错 就是说可能是 你不想改变 无奈 有什么可无奈的 徐帆你自己有事业 自己有经济基础 你自己有大众的认可度 你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你怎么还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 是一个多少年前的一个小脚老太太说的话 一个旧时代一个女性 在经济不独立 人格不独立 非要靠老公来生存 好心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 实在是让人挺 因为他说这番话 反正让我挺低看这个人的 你可以不说这个话 你可以什么都不说 但是因为你说的这番话 实在是 你说这番话 你是能得到你先生的尊重 还是能得到同伴的尊重 而且你是不是真是心里面心安理得 你自己觉得生活里 很有幸福感说出这个话 我不觉得 我觉得说出这个话 在外人听来 或多或少有点打碎了牙 往肚里咽 还要逞强 听的人都觉得很不适滋味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 秦浩和易能静的这种状况 我就总觉得今天不管是 当事人本人还是大众 现在对于男人和女人 在婚姻里所处的位置 还是不对等的 这么多年我们说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男演员 男明星 她在这种场景看到她的太太 在她没有到场的情况下 跟另外一个男友人这么暧昧 我觉得通常这个男明星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现在大众呢 似乎就希望这个女明星 你不要断章取义 你不要闹事 不要因为这么点事 然后你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 有不愉快 好像就是说大众 如果今天一能静 要是因为这件事 我就要闹离婚 我今天因为这件事 我就这个两个关系不能再继续了 我觉得大众都会觉得 她有点武力取闹了 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 大众对于男女双方 在关系里面还是有一个角度 大众的评判还是不对等的 好的 今天呢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在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听众